虽然身体的机能比之前降低了很多 但是自始至中叶寒一 就还是打起了十足的警惕心 尤其是在面对迟疑的时候 因为这段时间 他在迟疑的手中 实在是吃了太多的亏了 所以在中了Each Young之后 他就算是痛得再厉害 就算是再虚弱 但是在发现花蝴蝶迅速地冲向自己时 到底还是赶紧躲开 他知道自己大概是躲不过这一击的 所以便直接拉过了一旁 想要搀扶自己的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果不其然 下一秒他耳边便传来一声哀嚎声 随后被他拖过来的那个人 便已经躺在了地上痛得打起滚来 或许是他的哀嚎声实在是太大了 又或许是因为 因为那个表情看起来实在是有些惨烈了 所以一时之间 连带着周围的人都顿了毒 纷纷诧异地看了过来 而叶寒也就是趁着这个时间 连忙地爬起来 准备朝着房间外面跑去 花蝴蝶冷着脸 迅速地把手中的匕首收回来 站起来就要去追 只不过下一秒 便被乌泱泱的人群给挡住了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先行解决掉面前的这些人 虽然叶寒请来的人 实力却实势不错 但是 比起池翼和花蝴蝶来说 自然还是够不上的 迅速地清理完了叶寒专门请来的人 看着地上满满的血迹和尸体 周围的人一时之间都没赶上前来 看着这群人畏畏缩缩的模样 池翼顿时乐了 都不赶上了 有人看池翼面色这么嚣张 自然是有些不服气 但是在乔建池翼面色随意地甩了甩刀上的血后 便也纷纷地闭上了嘴 毕竟 他们都是人 也都怕死 就这样 池翼和花蝴蝶便顺利地下了楼 而此时 因为这边的动静 一些股东也都被吵醒了 或许没有想到 池翼和花蝴蝶能这么快下来 所以 远远的他们 便乔现夜寒正站在船舱前 笑眯眯地威胁着那些股东 无非就是把手里的股份让出来一点 同时也要推举他做新的董事长 那些股东 都是平日里奢靡习惯了的人 哪里经历过这些 虽然他们也都贪钱 但是自然也都是贪生怕死的 所以 这边夜寒还没说几句话呢 那边的几个股东 便已经开始复合着了 毕竟听到夜寒的这话 恐怕迟疑也活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 自然是实时务者魏俊杰 夜懂您说的道理 我们都懂 你放心 现在答应的事情 后面我们肯定也都会做到的 所以 那些股东说着 便小心翼翼地 查看着夜寒的脸色 看着面前的这些股东 夜寒十分满意地笑了笑 虽然在大一眼带下 那腿上的 Qian伤疼痛得厉害 但是目前事情 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除了损失了 算计了奥斯的那一部分 如果能拿回夜市集团的话 也算是不错了 至少也算是 赢了迟疑一下 只要这一次过去了 以后他便也更加地有自信 能彻底地击垮迟疑 好 都是一起共识 今年的合作伙伴了 你们的诚信我 还是相信的 等一会儿 前面都签一份股份转让书 会有人送你们去 前面的那艘邮轮的 夜寒说完话 便已经有专业的人士 把手中的股份转让书 纷纷都下发了出去 而看着文件里面的内容 就算是那些股东们 也都纷纷变了脸色 毕竟这个条件时 再是狮子大开口 夜总这 有些人到底还是 有些不服气 便大住胆子 看向了夜寒 只不过 在对上夜寒那 充满力气的眼神后 便也瞬间闭上了嘴 我有些赶时间 各位还是快些吧 一会儿天亮了 那边的邮轮可就走了 夜寒冷声说道 而他话里的意思 大家自然也都是明白的 互相对视了一眼 众人到底还是 探着气准备签下文件 毕竟 要是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就算是有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吗 哇 各位真是用功 大半夜的 还在讨论工作呀 熟悉且轻飘飘的声音传来 这让众人纷纷军事一正 连带着抬起头 来看向了楼梯口 而此时 池义正懒散地站在那边 饶有兴趣地 看着下面的众人 在瞧见池义的那一瞬间 夜寒便顿时皱紧了眉头 随后手便伸向腰间 方才没有带气昂 使他疏忽了 察觉到夜寒的举动 池义顿时乐了 寒哥你别着急啊 好好聊一聊啊 你这是在威胁他们吗 说着池义便举着手里的 池义点了点那边的一堆股东 那些股东 原本还有些诧异 池义竟然还活着 但是 见池义手里拿着池义指过来的时候 顿时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随后 他们便下意识地 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原本想着 夜寒是个手段残忍的人 可怜池义虽然有心机 但是刚上尾就碰上了夜寒 没想到 这个池义也是同样的人啊 池义 你只有一把池义 你和花蝴蝶顶多两个人 但是现在两艘邮轮里 都是我的人 你觉得 你的挣扎还有什么必要吗 夜寒冷声嘲讽道 池义缓缓地走下了楼梯 随后便站在了夜寒的面前 只要能杀死你 那就是有用的 夜寒没有想到到了现在 池义和花蝴蝶还在坚持 就算是他们自己小命不保 都要把自己拉下去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也别怪无情了 说着 夜寒直接冲着身后的人 使了一个眼色 几乎是一瞬间 乌痒痒的人群 便又再次把池义和花蝴蝶 围成了一圈 见状一些胆子 比较小的古东 顿时下的腿软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就连另外一艘游轮 也有不少的黑衣人 纷纷开始往这边聚拢 不同于这艘游轮 那艘游轮的人 手上都是拿着吃痒的 这下 夜寒的表情 便控制不住地猖狂了起来 迟疑我这里 还有一份股份转让文件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签不签 不等迟疑做出反应 看着这一群乌泱泱的人 那些犹豫的古东 纷纷下定了决心 颤抖着手签署了文件 叶总 我 我签好文件了 现在能去那边的邮轮了吗 一个古东大腿 打着颤 站起身来 举着手中的文件说道 看着这人的模样 还有其他人的表情 夜寒便十分猖狂地笑了出来 好好好 还是王总你懂得看清趋势啊 把文件放在那边你就走吧 夜寒指了指一旁的桌子 哎 好的 那王总攻着腰点了点头 随后便小心翼翼地 一点一点地 走向了那个桌子 放下文件的同时 末了还忍不住地 擦了擦额头上的汉字 有了人打头阵之后 其他的股东 便也纷纷都签订了 手中的股份转让输 要说刚刚在看见迟翼的时候 他们还有些犹豫 但是现在在瞧见夜寒准备的一群人 看样子 就连迟翼带着家伙石都跑不出去 插尺难飞 更别说他们这些人了 看来寒哥这是要笃定了心思 要把我架空啊 迟翼看了看下面乌泱泱的一群人 笑眯眯地说道 是为了装闭还是为了什么 统一都是穿着的黑色衣服 所以此时下面甲板上面 乌泱泱地站了一群的人 一眼看上去就只是看见了一群人 但谁是谁压根就看不清 也不会有耐心看 住什么急 现在牵了一会儿 后悔了怎么办 迟翼看了过去 这 这 王总很是为难地看向了迟翼 迟翼给他们赚的钱很多 他们确实非常的喜欢 但是现在枪都要对准脑袋了 再犹豫下去 就不太礼貌了 迟翼自然是理解他们的心情的 所以也就没有多加为难 没事 理解 那人见状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便也赶紧跟着人 去了另外一艘邮轮 其他股东看见有人都成功脱离了 便也纷纷签订了文件 赶紧也跟着走 很快 甲板上的股东便都消失了 只不过 他们到底还是好奇 去了另外一艘邮轮后 还在往这边张望着 迟翼 时时务者魏俊杰啊 看线满满当当的人 还有那被吓得去了 另外一艘船上的嘉宾们 叶涵满意地笑了 一切都十分地顺利 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那我再看看文件 说着迟翼便也伸出手去 下意识地想要把手中的文件 递给迟翼 但是 马上叶涵便犹豫了一下 他的举动顿了毒 随后便把手中的文件 递给了旁边的一个人 示意那人把文件递过去 到底是踩得坑多了 现在长心眼了 对此 迟翼也只是轻蔑一笑 韩哥的警惕心又增加了 他淡淡地说着 随后便面色正常地 看着手中的文件 和方才的文件 是一模一样的 迟翼微微挑眉 韩哥做生意 还是要拿出诚心癌的吧 什么意思 叶涵先是疑惑了一瞬间 随后便顿时反应了过来 他猖狂地大笑了几声 好好好 迟翼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确实很会做事情 你放心 只要你签署了这份文件 条件随便你开 迟翼能提出条件来 叶涵反而安心了一些 是吗 要不然 韩哥你直接把你手中的股份 和我交换如何 迟翼缓缓地举起了 自己面前的文件 随后便对准了叶涵 叶涵的面色顿时凝固住了 迟翼我现在 再认真地跟你说话 你还是老实点得比较好 迟翼闷笑鸡声 随后便缓缓地举起了 手中的枪对准了文件 而那文件正正好地 举在了叶涵的面前 所以 在看见迟翼抬起枪口的 那一瞬间 他便狠狠地眉头一跳 果不然 下一秒 迟翼声响起 虽然叶涵 已尽尽可能地躲了过去 但是那子弹 还是擦着他的耳边 迅速地飞过 以至于让他耳鸣了一瞬间 瞧见迟翼主动开枪 对面邮轮的人 不由得都惊呼出声 毕竟他们也没有想到 迟翼现在 都已经被团团包围住了 竟然还敢主动挑衅 这个时候不主动讲和 还在等什么 谁弄死迟翼 奖励一百万 女的小心点别弄死了 叶涵晃了晃头 但依旧还是耳鸣的厉害 他眯着眼睛 一脸怒意地看向了迟翼 随后轻声说道 此话一出 花蝴蝶顿时恶心地 皱紧了眉头 然后便想也不想地 冲着叶涵奔去 看着马上就被人围住的 花蝴蝶 迟翼不由地无奈地摇了摇头 都说小心一点了 鱼霸他便也朝着花蝴蝶奔去 这个迟翼现在是在做什么 对面的几个股东 看着目前的情况 彻底地傻眼了 这是故意寻死 不理解 这个迟翼是个傻子 旁边的那个女人 脑子也不好 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条件确实十分地憋屈 但是这要保住的小命 只要以后还能活着花钱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个迟翼是真的糊涂 满意地看着眼前的场面 叶涵便缓缓地朝着后面退去 吃了几次亏之后 叶涵便也长迹性了 在对付迟翼这件事情上 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能不亲自上场 那就不亲自上场 最主要的 还是自身的安全最重要 尤其是现在 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如之前了 现在腿上 还中了一圈的情况下 对于他来说 让其他人上 就算是死的人多也没关系 只要帮他成功杀掉迟翼就好了 这样想着 叶涵便缓缓地退出了 前面比较混乱的地方 只不过 还未等叶涵松一口气 变顿时觉得 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尤其是背后 他隐隐约约地觉得 背后有些发凉 紧慎的警惕心在警告着叶涵 他猛地回过头去 随后便眼前一闪 心中警铃大响 他赶紧举起手臂 挡在面前 朝着后面倒去 但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没有躲过去 连带着胳膊上 也都被划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 哎呀 真是可惜 惋惜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这让叶涵毒尸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倒在地上 缓缓地挪开了剧痛的手臂 终于看清了 面前的人到底是谁 方才听到声音时 他还有些不相信 但是在看清面前的人影后 叶涵几乎是要吐出血来 毒蛇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咬牙切齿地道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直都在这里啊 毒蛇眨了眨眼睛 随后便笑了笑 别废话了 直接弄死他为猴子报仇 毒蛇话音刚落 叶涵便再次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他震惊地下意识地抬头一看 没想到 正好便看见火壶手里 拿着Cian 缓缓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火壶 你怎么 只不过 还未等叶涵面色震惊地说完话 便顿时看到了火壶后面的人 你们 你们怎么在这里 而站在火壶后面 自然也是他的熟人 苍鹰 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寒歌 苍鹰目光冰冷地看着叶涵 口里淡淡地说道 看着他们手里的家伙时 叶涵顿时反应了过来 因为这艘船上的人 都要在岸边接受检查 所以船上并没有藏起来的武器 但是另外一艘船上是有的 所以 刚刚让那艘船上的人过来 也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叶涵没有想到 早在两艘船接头之前 另外一艘船上 就已经早早地潜伏了其他的人 愣证了一瞬间后 叶涵便猛地朝着身后看去 此时此刻叶涵这才看清 他原本以为 都是在去对付迟疑的人群 此时 也都互相厮杀了起来 甚至 因为没有心理准备 他这边的人群 在受到攻击时候 还有些猛 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毕竟大家穿着的都是一样的 这也就导致于 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他这边的人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不光是没有武器的原因 甚至他们这边的人都分不清敌我 看着身后人群中 对着自己淡淡地笑住的迟疑 叶涵心里一直紧蹦住的一根线中鱼断了 他浑身汗毛竖起 连带着整个人都有些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咽了咽唾沫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叶涵让自己强制镇定了下来 你们背叛我 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他想要撑着地面站起来 但是无奈 腿上和胳膊上都剧痛得厉害 他一时之间 还真是没有起来 理由 那你杀死猴子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理由 火狐本来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此时听到叶涵竟然还能厚着脸皮 问出这样的话来 顿时上火了起来 说着说着 手中的Tian便已经对准了叶涵 理由 你们是不是又被迟一片了 你们怎么就能百分百地相信 他猴子是被我杀掉的呢 而且 其中的一些细节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 说着说着 叶涵便也觉得自己说得十分地有道理 他微微地挪动着身子 随后便搀扶着一旁的东西 缓缓地站了起来 瞧见这个情况 一旁的毒蛇 便饶有兴趣地看了看他 然后又转头看了看火狐和苍蝇 只不过 看来叶涵的想法要落空了 毕竟迟一在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 便已经把自己准备好的那些 十分充分的证据摆了出来 叶涵你却实该死 一旁的苍蝇冷冷地说道 之前 他们之所以对迟一这么地忠诚 其实也不过是因为 对兄弟之间的感情罢了 但是事到如今 他们便也已经看清了 什么感情不感情了 其实人家叶涵从始至中都 没有把他们这些人当一会儿时 只不过是几个有用的小弟罢了 能给叶涵他带来一些价值 也算他们这些人有用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对于叶涵来说并不重要 也并不值得关注 叶涵的身体顿时僵硬在了那边 他迅速地扫射了一圈周围的情况 自己的人已经快被解决得差不多了 不光如此 甚至迟一这边的人 手里都是有着武器的 这样想着 叶涵便狠狠地看向了另外一艘游轮 一群废物 连自己的地方都守不住 叶涵 你在递出邀请函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模样呢 迟一缓步走到叶涵面前来 手里还牵着花蝴蝶 毕竟 若是他不牵着花蝴蝶的话 此时 花蝴蝶真的要忍不住冲上前去宰了叶涵了 毕竟现在的他 已经忍耐得十分的辛苦了 看了看周围的情况后 叶涵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他轻轻地扯了扯自己的嘴角 迟一 死也要让我死得明白一点吧 你是怎么提前知道了 我的计划 然后不数了这些的 迟一无奈地耸了耸肩 上下打量了一下叶涵后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我说得十分的明显了 没想到 你还是没有理解 他举了局手里的Chion 我都说了 多亏了你手底下的人 要不然我的计划 怎么可能会比你的还要顺利呢 听到这话 叶涵的面色便顿时扭曲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背叛了我 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 有人忠心于你吗 没有的话 也没必要说成背叛吧 迟一讥讽地笑道 叶涵 你这个人是真的不行 要不然怎么不认识对手 还是 你自己手底下的人 都没有一个人是 真正地为了你好呢 不过 事到如今 能把一切事情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只能怪你自己 说着 迟一便缓缓地抬起了枪口 迟一 其他人用 其昂对准自己 叶涵虽然慌 但是 看着迟一用 其昂口对着自己的时候 看着那黑曲曲的枪口 叶涵是真的害怕了 他抬起手来赶紧想要 制止住迟一的举动 但可惜的是 随着一声 其昂响声 一阵剧痛传来 下一秒 他的手掌心 便被子弹狠狠地贯穿 啊 叶涵痛呼一声 没有想到 迟一真的会开枪 等一下 我有事情要说 他大声喊道 哦 什么事情 迟一微微侧了侧头 掠过手枪 看向了他 只要你放过我 我便把我在夜市集团的所有 都转让给你 只要你放过我 叶涵浑身冒着冷汗 周围他的人 已经全部被解决掉了 而他身边 原本还是他能呼来喝去的人 此时都怀着想要杀掉他的心 这让他紧张地 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因为他知道 他真的会死在这里 夜市集团的所有股份 你 觉得我稀罕 听到夜涵的话后 迟一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 直接笑出声音来 夜涵顿了毒 随后便又是深吸了一口气 假如你能放过我 那我国内的所有产业都会给你 现实异面色依旧还是不畏所动 夜涵便又咬了咬牙 最近势头很大的 那个方舟公司 你知道吗 你现在放过我 我保证后 需给你拉几个方舟的大单子 想来你应该也听说过 里面的一些利润 方舟最近在行业里的名声十分的大 毕竟他做什么预算都十分的充足 而且 掌权人那毒辣的眼光 甚至让方舟公司的每一个大单子 都保证会有爆发性的利润 甚至在几个月前 那些和方舟公司合作的一些小公司 现在的利润 都已经能堪比当地的大公司 或者是龙头公司了 所以 在看清楚这些趋势后 很多公司都上赶着 想要跟方舟公司合作 就算是降低一些利润 但剩下的那些利润也够他们吃一段时间的了 而也是因为方舟最近的举动 也让不少人猜测 他背后的背景肯定十分的神秘 要不然 怎么会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 夜涵自认为这个筹码在自己手里 也十分的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 话音刚落 他便顿时察觉到 周围看向自己的眼神 多少有些不对劲 就连毒蛇都没忍住 直接笑了出来 夜涵 看来你 确实是鱼不可及 什么都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啊 夜涵顿时察觉出了 有些地方不对劲 他皱紧了眉头 看了看周围的人 发现机人看向自己的眼神 都十分的奇怪 就连花蝴蝶眼里 也多了一抹的嘲讽 看来换个雇主 还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懈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夜涵之后 毒蛇便转身走开了 看起来好像是觉得 夜涵不足畏惧了一般 我说 你们说的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啊 夜涵心里暴力的脾气 已经压抑不住了 但是没办法 现在被围堵在这里 他确实也是有火发不出 寒哥啊 我之前还真是高看你了 我想着你会比较愚蠢 但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愚蠢得这么可爱 迟一眉忍住笑出声音来 随后便缓缓地说道 你不会不知道 方舟是我的公司吧 此话一出 夜涵便顿时感觉 自己的脑袋像是闸开了一般 就连带着周围的声音 好似都有些听不清了 是啊 他怎么没有想到呢 怎么没有想着多去查查呢 也是啊 仅仅只是依靠那些女人的话 实意怎么会发展得这么迅速 其他人可不会给夜涵面子 瞧现他这副模样的时候 便也已经忍耐不住地笑出声音来 果然 夜涵其实也没有那么牛 不靠别人 夜涵其实也就那样 以前真是被他给骗了 果然 没有了滤镜 他什么东西都不是 那一句句的话 直接把夜涵给批得一无是处 而这些话听在夜涵的耳朵里顿时 也十分地震耳欲聋 不 他夜涵就是最将的 就算是有了迟疑的阻碍 但是他迟疑又算是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和自己相提并论 这些人又有什么资格来说自己 不过只是一群蝼蚁罢了 羽罢 夜涵便猛地抬头看向了迟疑 随后便商量拙 迟疑我手底下有多少的资产 你是清楚的 只要你放过我 不论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满足你的 说着 夜涵面上便也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瞧着他这副面孔 众人军事有些不适应 毕竟之前在他们眼中 夜涵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是多么的狂傲 但是那也是之前了 此时此刻 现在夜涵也不过只是一条丧家之犬罢了 尤其是火狐他们 瞧见夜涵此时面上的表情后 心里顿时暗爽的不行 只不过 迟疑可不会就这么容易地放松警惕 就算是现在的夜涵 已经失血到面上 开始逐渐变得苍白 夜涵你知道的 这些东西目前都不是我需要的 迟疑寒声说道 随后便一步步地缓步走向夜涵 而夜涵瞧见迟疑的举动后 便也缓缓地朝着后面退住 只不过 退着退着 他便猛地转过头去扑向了一旁的火狐 他此次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连带着其他人也都没有看清楚 而迟疑虽然在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 便开了奇奥 但 此时的夜涵就像是疯魔了一样 感受不少身上的疼痛 被奇奥击中之后 也只是身形顿了毒 随后便继续朝着火狐猛地冲了过去 夜涵 火狐猛地回神 下意识地想要开奇奥 但是不知为何 动作确顿时一卡 随后下一秒 手中的奇奥便猛地被夜涵掠夺了过去 这短短几秒的时间里 发生的这几件事情 甚至让火狐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便已经瞧现夜涵举其手 奇奥来对准了前方的迟疑 碰 碰 碰 几声不停的枪响声响起 夜涵与迟疑虽然身上都中了奇奥 但依旧还是孤注一掷地多开了几发奇奥 迟疑 花蝴蝶顿时瞪大眼睛 连忙上前来要帮迟疑挡住他 迟疑动作一顿 而这电光火石之间 夜涵便也趁着这个空隙 大步地朝着一旁跑去 就算是身上连中了树奇奥 但是他依旧还是紧咬着牙 从游轮的边缘直接跳了下去 瞧着迟疑身上浑身的血字 还有花蝴蝶崩溃的表情 火狐冲动地躲过了一旁苍蝇的手 对准夜涵跳下去的海面便连发了激疑 很快 原本清澈的海面上 变顿时浮现出了一圈又一圈的血色 但一直到手 奇奥里的子弹打没了之后 火狐冲这才浑身颤抖着 朝着身后看去 伊 伊哥你 你怎么样 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迟疑的身边 随后便失利地扑通 跪在了他的身旁 嗨嗨 没事 千万不要让夜涵跑掉 剧烈的疼痛感 一阵一阵地刺激着迟疑 让他清醒着 但是 夜涵冒着死的风险 刚刚也是对他下了死守的 所以 此时的他身上 也连带着中了不少的子弹 此时一时 也已经渐渐地有些模糊了起来 伊哥 你 你坚持一下 千万别睡 千万别睡 一向冷静的花蝴蝶 此时已然崩溃 他用力地攥紧着迟疑的手 随后便满脸泪痕地看向了周围 医生 快点找医生过来啊 随着一时渐渐地沉沦之后 迟疑只觉得自己 好像睡了很久很久 连带着浑身上下都疲惫得很 所以在缓缓睁开眼睛时 瞧见面前的场景 池翼甚至觉得恍惚得很 连带着觉得不真实 伊哥 你醒了 一旁的花蝴蝶 一直都在关注着池翼 此时 瞧见池翼 缓缓睁开双眼后 便也是立马上前来 握住了池翼的手 嗯 蝴蝶 幻散的眼神 缓缓地聚焦在了花蝴蝶的身上 连带着那抽离的灵魂 好像都缓缓回归了一般 你真的醒了 没事了 瞧着池翼苏醒过来后 花蝴蝶一直紧绷着的精神 终于松懈了下来 甚至已经无意识地泪流满面了起来 嘶 我没事 现在是什么情况 池翼原本下意识地想要 坐起身来帮花蝴蝶擦拭一下眼泪 但是 下一秒身体上的剧痛 便让他不得不重新躺了下来 看了一眼系统 果然一直积攒住的反派只此时 已经全部被清空了 但是身上的伤口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恢复成平常的模样 看来 是自己积攒的那些 反派只不够用了呀 但是至少 自己没死 想到这里 池翼不由地有些庆幸 毕竟 若不是有反派只为自己保底 恐怕叶寒的那击嗤咽下去 他可能真的小命不保了 但是 就算是这样 池翼依旧还是觉得值得的 毕竟 在最后积去安里 他也清晰地看见 自己有积去安 直接击中了夜寒的心脏 这代表了夜寒身上的气韵 已经所剩无几 而现在 也正是抹杀夜寒的好时候 只可惜 最后他好像看见夜寒 跳入了海中 就是不知道 这所剩无几的气韵 能保证夜寒在海中存活下来吗 花蝴蝶简短地 向池翼说了一下 他昏迷时的情况 虽然池翼恢复一时的时候 觉得时间 好像过去了很久 但其实 现在众人 依旧还是在船上 甚至还要过一个多小时 才能抵达岸边 因为两艘邮轮上 都有配备的 专门的医生和医护人员 所以 池翼的伤口 也是立马得到了良好的救治 只不过 当时他的伤口十分地严重 那医生甚至说 若是醒不过来了 那恐怕就真的醒不过来了 花蝴蝶这些年过来 自然也是知道 池翼身上伤口的严重性 树发子弹击中在身上 甚至还有心脏里 能醒过来吗 已经算是气急了 所以 花蝴蝶甚至没有想到 池翼竟然会醒过来得这么早 但就算是这样 此时看着面前 脸色惨白的池翼 他依旧 还是十分地后怕 就如同上次一样 甚至 他会想 若是再经历一次 这样的事情 池翼还会不会有 这两次这么好运 能醒过来 这其中的几率很小 花蝴蝶不敢再赌 所以 还是让叶寒跑了 池翼微微眯了眯眼睛 寒生说道 嗯 目前还没有他的消息 一直都没有找到他 相关的打捞人员 也是没有任何消息 池翼醒过来后 没有让人再给自己检查了 毕竟因为系统 他清除了自己 目前自己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就连胸口处的那几个 池翼口 也差不多 已经痊愈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伤口 虽然目前有的 看着还比较严重 但是 也已经没有多大的事情了 而听到花蝴蝶 和其他人的话后 其实池翼也基本确定 夜寒肯定是成功地跑了的 但是国内 目前夜寒肯定是回不来的了 所以 池翼便也立马去让人 查夜寒其他国家的据点 其实在今天的谈判中 池翼便已经能推断出 夜寒已经有些着急了 甚至不惜自断后路 直接威胁了奥斯 可惜了 他预想的事情 没有一个成功实现的 很快 邮轮便靠暗了 因为情况特殊 他们只驾驶了一艘回来的 另外一艘邮轮 让手底下的人去处理了 而 池翼这边刚走出房间 缓步地走到了甲板上的时候 便瞧见了前面乌泱泱的一群人 定睛一看 前面的鸡人 正是夜市集团的股东 此事件迟疑出来了 其中一人赶紧上前来道歉 不好意思池总 我们这也是没有想到 夜寒竟然会来这一出 对啊对啊 早知道他这样弄 我就不帮他导轮船了 鸡卫股东惊魂未定地说道 不过看他们这副模样 迟疑便也清楚 他们肯定是不知情的 毕竟吓成这个样子 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公平条约 确实也挺惨的 行了 这个事情 大家也都不知情 而现在夜寒也没有了踪迹 大家放宽心就好了 这 这 听到池翼这样说话 大家虽然也都放心了一些 但是依旧还是面面相去 瞧着他们一副欲言又止 只有欲言的模样 池翼顿时便也明白了些什么 你们放心 我们只是来旅游的 夜寒只是失踪了 可没有逼着你们签订什么条约 羽霸 看着众人千变万化的脸 池翼也只是笑笑 随后转身离开 而看着池翼的背影 想到他中了那么多的Chiam 此时竟然还能正常地行走 不光如此 看着还十分地硬朗 主要是 池翼真的为他们解决了这些事情 是啊 虽然签了合同 但是这不是还没开始生效吗 相比于夜寒 池翼看起来确实不错 嗯 有大局观 而且心胸坦荡 确实要比夜寒值得跟随 有几位股东低声难难地说道 而听到他们的话后 其他人不仅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是啊 比起之前的夜寒 现在的池翼确实要十分地好相处 最主要的是 一点也不小心眼 池翼 你还可以吗 虽然肉眼看着池翼的走路姿势 十分地正常 与常人无异 但是花蝴蝶看着 依旧还是十分地担心 只要一想到 池翼受伤时的场景 他依旧还是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我没事 不用那么担心 说过了 不用把我当成瓷娃娃的 瞧着花蝴蝶 十分忐忑的表情 池翼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他伸出手去 好笑地揉了柔花蝴蝶的头 随后便柔声地询问道 那回去 还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不用了 花蝴蝶到底还是担心 所以便也再次不放心地询问道 只不过 马上就被池翼回绝了 这让他不免愣了愣 池翼轻声笑了笑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自己清楚 况且 之前医生不也检查过了吗 没有生命危险的 花蝴蝶沉默了一下 到底还是点了点头 他方才确实担心 占据了上风 而 现在他也不免反应了过来 确实 现在池翼的这种情况 确实不适合去检查身体 毕竟 任谁看 目前池翼的这种身体状况 都是不正常的 回去之后 池翼并没有立马休息 而是紧急安排人去寻找叶涵了 毕竟 他心里的直觉告诉他 叶涵肯定没有死 想到叶涵谈判石的语气 还有海域附近的区域 池翼甚至多家 安排了一些人去了T国 只不过 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池翼依旧还是没有收到叶涵的消息 就连严厉公那边都在推测 叶涵是不是跳下海之后死了 毕竟叶涵受的伤也十分的严重 在那重情况下跳海 一般人基本没有伤害的可能了 这个多星期里面 不光是迟疑的人 没有丝毫叶涵的消息 就连严厉公和奥斯那边 也丝毫没有叶涵的消息 就像是这个人 直接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所以 不光是严厉公 就连其他的人也都猜测 猜测叶涵是不是已经死了 只不过 不论其他人怎么说 石屹依旧还是觉得 叶涵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所以 他不但没有放弃寻找叶涵的行动 甚至也在不断地增加着人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石屹也是越发地胶住了起来 毕竟 他怕时间越久 叶涵重新能起来的几率 也会大很多 不过 也就是在胶着的心情下 石屹收到了奥斯的消息 说是在替国附近 收到了一些关于叶涵的消息 但是不保证 毕竟比起石屹 奥斯在国外的势力 肯定是更讲的 虽然这个消息不保证 但是石屹在看见消息后 推断了一下 便也马上乘坐私人飞机出发了 其实一开始 他也推断叶涵会往这个方向逃脱 但是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 在替国 愣是没有找到叶涵的踪迹 一直到现在 怀着有些复杂的心情 石屹一路来到了奥斯给的地址 只不过 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石屹隐隐约约 也多少有些反应过来 是因为什么了 毕竟在这个 鸡脚嘎拉的地方 确实很难找 而 就像是石屹猜测中的那样 叶涵确实在这里 只不过 他此时此刻的模样 与石屹想象中的 完全是两个模样 甚至在看见叶涵的时候 不光石屹十分的惊恶 就连跟着一起的人 也都有点傻眼 甚至有些不相信 眼前的人竟然是叶涵 因为上次的事情 所以这次石屹 出来找叶涵 花蝴蝶 便也一定要跟着一起来 其他人原本也是想要 跟着一起来的 但是石屹 估计助人身安全 便也都婉拒了 当然了 也是因为上次的原因 火狐心里多少 也有些愧疚 这次也是坚决着 跟着一起来了 这个石屹 倒是没有怎么反对 毕竟让他出来历练历练 也是好的 这个 这个人是叶涵 这本来就是一个 极其偏远的小村落 甚至在刚 步入这个小村落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石 再是破旧的狠 也就是因为临近海岸 所以靠海吃海 瞧见前面破旧棚子里 躺着的一个人 就连花蝴蝶 也缓缓皱了皱眉头 随后便警惕性地 看了看周围 怕是叶涵使出来的 什么阴谋诡计 你们是谁 好大的胆子 知道我们是谁的人吗 就是就是 如果你们真的要做什么的话 狼王殿里的人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被迟疑的人控制住的人 纷纷不满地大喊道 听住周围人的翻译 迟疑不免 微微挑了挑眉头 问一问 他们这边这么偏僻 属于狼王殿 迟疑心情 十分复杂地说道 没一会儿 翻译那边 便过来传话了 虽然这个小地方 是属于狼王殿下面 分支分支地在分支 但是如果往上算去 虽然这个地方 十分地不起眼 甚至也算是 十分地偏僻和破烂 但确确实实 是隶属于狼王殿的 只是现在可能落寞了罢了 他们不认识叶寒 火狐多少 有些诧异地说道 毕竟 若是这些人认识叶寒的话 那此时此刻 叶寒怎么会躺在 一个破旧的猪圈里 甚至 连身上的伤口之类的 也都没有人给他处理 因为受伤严重 加上不知味 和叶寒面上 也多了一道长长的疤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为身上的伤口 已经开始缓缓地腐烂了起来 所以导致现在的这些伤口 看上去恐怖至极 甚至不知 是那猪圈的臭味 还是叶寒身上 伤口腐烂的臭味 反正一直有一股 难以言说的味道 蔓延在周围 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便已经让人受不了的 皱紧了眉头 毕竟这个地方 是狼王殿分支分支 再分支的地方 没有见过叶寒 也实属正常 而此时搞清楚事情的迟疑 看着那躺在猪圈里的叶寒 还不由地觉得 他也有一分的可怜 甚至是凄惨 但是俗话说得好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而叶寒现在的情况 也实属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以遭到了报应 所以 总的来说 也还能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也确实是他活该 如果他一开始 就没有这么的狂妄自大 甚至是 从一开始 叶寒若是能正常地对待身边的人 若是能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人 他也不是沦落到如此的这个地步 想到这里 迟疑便也缓步地走上前去 来到了叶寒的面前 缓缓地蹲了下来 瞧着他身上的模样 还有伤口的恶化程度 这让迟疑不得感叹 若不是因为有气韵的加持 此时的叶寒 早就已经归西了 而现在的他 一时不清地躺在这里 已经算是可以的了 叶寒 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迟疑缓声说道 生怕叶寒听不清一般 叶寒原本迷迷糊糊地躺在那边 甚至身子还在微微地颤抖着 但 就算是这样 他也一直都在尽力地保持着 自己的一时 不会彻底地沉沦 他此时虚弱得很 甚至连爬起来的力气 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 在听到迟疑声音的那一瞬间 叶寒顿时感觉脑子里 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炸开了一般 连带着整个人的意识 好似都清醒了一瞬间一般 他猛地一颤 随后便瞪大了那满是浑浊的眼睛 迟 迟疑 他满脸愕然地看着眼前的迟疑 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只不过一想到之前 迟疑对自己的憎恶 还有那对自己痛下杀手的模样 叶寒便不由地再次打了个冷颤 甚至 此时的叶寒对迟疑已经从心里多了一丝惧怕 他下意识地想要爬起来跑 但是此时的他却忽视了自己目前的状态 甚至 此时此刻 他甚至没有了置起身子的力气 你 你要做什么 他颤抖着声音询问道 迟疑没有说话 而是上下地打量了叶寒一番 随后这才说道 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沦落到现在的这种情景 哼 这就是报应 火狐在一旁十分不愤地补充道 听到火狐的声音后 叶寒浑身一震 随后便颤颤巍巍地转过头去 下一秒 他便看清了那些跟着迟疑一起来的人 甚至是前面的花蝴蝶和火狐 见状 叶寒毒石惨叫了一声 随后便迅速地把头重新转回去埋了起来 就像是生怕有人会看线他一样 瞧着此时叶寒自卑 甚至是逃避的模样 迟疑心里便已经清楚 看起来 这段时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心里的防线 已经被击溃了 滚 滚 都给我滚 叶寒趴在猪圈的泥泞上面 撕心裂肺的大吼道 但就算是这样 此时虚弱的他 喊出来的话语也十分地无力 叶寒 你知道现在绑架你的人是谁的人吗 迟疑没有搭理此时叶寒的状态 而是继续说道 闻言 叶寒的举动便顿时一顿 随后他便癫狂地笑了起来 哈哈 不就是你们吗 除了你们 谁还会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 从一开始慢慢地从海里爬出来 想要求救去被绑架的时候 叶寒便已经把这一切都算在了迟疑的头上 毕竟除了迟疑 谁还能这么快地找到自己 然后把自己关在猪圈里 受尽折磨呢 所以 一直到现在 叶寒觉得自己此时狼狈至极地躺在这里 也都是因为迟疑 叶寒你果然愚蠢 你知道我也是找了你一个多星期后 这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的吗 哈哈 你现在说这些虚伪的话又有什么用 难道你会把我救出去 然后放过我吗 叶寒对迟疑 此时此刻已经全部都剩下了恨意 所以就连迟疑现在说出来的话 他也都觉得是充满恶意的 虚伪我不觉得我虚伪了 我说出这些话来 只是单纯地想让你难受罢了 对了 你还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手下的势力吧 瞧着眼前紧紧闭着双眼躺在地上的叶寒 迟疑说着便站起身来 到底还是他高看了叶寒 有了气韵的加持 叶寒自己终究算不了什么东西 哼 迟疑现在这个情况 就别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了 你不是一直想要弄死我吗 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 我确实是真的想要弄死你 但是有些事情 你自己还是要知道的好 说到这里 迟疑的嘴角便也挂起了一抹 似有似无的笑意 毕竟 叶寒若是不知道这些 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愚蠢呢 你知道一直绑架你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狼王殿下面的分支吗 迟疑说完这句话 便肉眼可见地瞧见叶寒的躯体 变得僵硬了起来 这边属于替国的南半区沿海部分 其实你自己应该也能想明白 这边到底是谁的区域 说到这里 迟疑也都没忍住笑出声音来 我倒是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被自己人捉住折磨 真是匪夷所思啊 看着叶寒的模样 迟疑便也意味深长地说住 甚至连带着语气都戏谑了起来 只不过瞧见叶寒的躯体 开始逐渐颤抖了起来 迟疑便清楚 叶寒却实想清楚了 所以啊叶寒 你现在相信报应了吗 迟疑轻声笑道 很显然 在多重的打击下面 叶寒的情绪已经临境界线了 所以 在听到迟疑笑着说完这话后 他顿时便也淡定不下去了 他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爆发力 随后便猛地窜起来 想要扑向迟疑 只不过 还不等他靠近迟疑 便被反应迅速的花蝴蝶和火狐 直接按在了地上 瞧住叶寒无法挣扎的模样 花蝴蝶这才缓缓地收回了自己的脚 随后便冷眼看了过去 而火狐则是嫌弃地 甩了甩自己的手 马德 你身上也太多猪粪了吧 混蛋 我之前带你不薄 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 火狐你还记得 是谁带你回国的吗 花蝴蝶你这个臭婊子 我看不上你 你就要报复我 被人蔑视的感觉 让叶寒彻底地疯磨了 尤其是 他在知道这些天的折磨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势力后 便已经气愤的脑子 有些不清醒了 还有你迟疑 你就真的以为啊 不等叶寒说完话 迟疑便一脚踹了过去 这个力道 直接让叶寒直接飞出去了一段距离 随后便狠狠地摔在了一堆猪粪上面 瞧着这边的场景 甚至连那边还在吐槽的几个替国人 也都纷纷地闭紧了嘴巴 不敢再说些什么了 叶寒是到如今 你觉得自己还能翻盘 持一嘴脚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随后便缓步上前 狠狠地一脚 再次踹在了叶寒的身上 但凡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好一点 但凡你之前的一些行为 能收敛一些 但凡你这个人有点良心 也不会落到 现在只能无力地 落在猪粪上的结果 而我还要告诉你 你不光是要在猪粪上受苦 就连你这貌似伟大的一生 也要在这个异国他乡 肮脏的猪圈上结束 希望你能满意 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大结局 听到持一的一句句话 一直躺在那边的叶寒 不禁开始浑身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甚至他此时激动地 连面部肌肉都在抖动 突然间 他猛地伸出手去 抓住了持一的裤腿 持一 放过我 他颤抖着 随后便缓缓地抬起头来看了过去 此刻的他 早就已经不是之前狂傲的叶寒了 而是听到持一的话后 心里防线溃烂 导致整个人处在极度恐慌的叶寒 他借力缓缓地直起了身子 随后便直接跪在了持一的面前 持一 算我求你 放过我吧 你放心我什么都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以后不会再跟你做对了行不行 说着 叶寒便缓缓地抬起头来 一脸祈求地看着迟疑 要说以前的叶寒不惧怕死亡 倒不如说 以前的叶寒并不觉得自己会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让叶寒明白 他早就已经不是之前不可一世的叶寒了 而现在的他 确确实实会 直接死在异国他乡的猪粪上面 这是叶寒不可能接受的 现在的叶寒自然也是有骨气的 但是这个骨气 是建立在此时此刻 他没有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的情况下 他一辈子狂妄自大 怕死的同时 也不想就这么死掉 至少 他如此伟大的一生 不应该在这里 在猪粪上结束 剑持一冷眼低头看向自己 叶寒咬紧后 曹牙便继续祈求道 迟疑我求你了行不行 以后你就说老大 只要别杀死我 只要别杀死我 他知道 这个时候求任何人 不如求迟疑来得好 而瞧见叶寒这副模样 迟疑也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随后便默默地后退了一步 毕竟 现在叶寒身上满是猪粪 他实在是不想沾染上 见状 叶寒便又是一愣 叶寒 现在不是我要不要杀你的事情了 而是我不杀你 其他人也寻会杀你的问题 说着 迟疑便把手里的枪 直接扔给了一旁的火壶 火壶早就已经在等待这个时机了 见状便利落地接过了枪 随后便来到叶寒的身边 用枪口抵住了叶寒的脑袋 叶寒顿时瞪大了眼睛 眼睁睁地看着迟疑走出了猪圈 迟疑 不行 不可以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凭什么死在这里 我本来就不应该死在这里 他崩溃地大声喊道 只不过并没有人搭理他 火壶 不行 你不能杀我 你不配杀我 你滚 你们都该滚 你们都是什么东西 也配杀我 让迟疑来 他瞠目欲裂地看着火壶 激动地大声喊道 连带着嘴唇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迟疑 迟疑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做事就要爬着去找迟疑 迟疑 你能不能杀掉我 迟疑 迟疑你不是恨我吗 为什么不亲手杀掉我 哦 我恨你 我不恨你啊 我只是觉得你该死而已 文言 迟疑脚步一顿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说道 而听到迟疑的话后 叶寒的情绪便也更加地激动了起来 他趴在猪圈里撕心裂肺地大喊着 他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自己的一生 但他也知道迟疑说的话确实不错 如果现在他在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 就算是迟疑不动手 其他人也不会放过自己 就像是此时眼神充满恨意 看着他的花蝴蝶和火壶一样 所以 比起这些人 他更愿意让迟疑亲自动手杀掉他 至少要比这些人强得多 但是现在 听到迟疑的话后 叶寒彻底的迷茫了 所以 他这么费尽心思地想要 杀掉自己 是为了什么呢 他不恨自己 那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杀掉自己 除掉自己 迟疑 迟疑 你先别走 停下来 叶寒崩溃地 在迟疑的身后大声地喊着 但 就算是这样 迟疑也都没有停下脚步 来转头看他一眼 随着一声枪响响起 叶寒的惨叫声 这才戛然而止 至此 迟疑这才缓缓地转过身去 远远地看了看叶寒倒地的身影 听到脑海中系统熟悉的声音 迟疑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能被火狐杀死 那就说明叶寒已经失去了天命之子这个称号 甚至 也已经失去了庇护 同时 脑海中系统的机械声 也在不断地提醒着迟疑 一切都尘埃落地了 一切都结束了 叶寒确实已经死了 其实叶寒不知道 他至始至终并没有什么目的 他的目的也只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罢了 谁让叶寒眼里容不下他 而他的眼里同时也容不下叶寒 这就代表 两人只能留下一个人 半个月后 临海市机场 瞧着面前已经哭成一个累人的莫里斯 迟疑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无奈地伸出手去 揉了揉莫里斯的脑袋 又不是这辈子现不了面了 至于哭成这个样吗 莫里斯抽了抽鼻子 因为情绪的原因 此时那精致的小鼻子 也变得红润了起来 让他整个人都多了一抹的娇憨可爱 可是我好难受 莫里斯抽了抽鼻子 抬起手来下意识地抹了抹眼泪后 便伸出手去牵住了迟疑的手 然后捂在了自己的心口上 他想要表示 现在离开迟疑 他心里十分地难受 迟疑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还会再见面的 我会去找你的 你放假的时候 也可以来找我不是吗 平常还能视频通话呢 他轻声地哄道 这才让莫里斯的情绪多少好了一些 至少算是稳定了一些 听到耳边响起了一声声播报 莫里斯不满地嘟囔道 可是没有你在身边 我睡不着 虽然嘟囔出声 但是他的声音可不算小 这让周围的人 不由得都听得清清楚楚 尤其是一直跟随着他的保镖 嗨嗨 那几个保镖面面相去 随后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去 迟疑更是无奈 这小姑娘 还不知道这些保镖听到话后 要回去怎么向奥斯禀报呢 这要是让奥斯对自己的印象有所改变 岂不是糟糕了 你怎么不说话不理我 不满迟疑什么都不说 莫里斯便主动上前来抱住了迟疑 声音同时也软软诺诺的 若是让奥斯 瞧现此时这幅情景 肯定会经掉大牙 毕竟谁能想到 一直冷着脸冷冰冰的莫里斯 来自一国旅游一趟 不光是会撒娇了 连带着整个人都变得温柔 可爱了起来 没不说话 只是在努力地思考 是不是要给你 定做一个迟疑排人形抱枕 让你晚上抱着睡觉 说着说着 迟疑的表情便也开始 变得严肃了起来 就像是真的在认真思考 这个问题一般 莫里斯眨了眨眼睛 这个有用吗 迟疑原本只是想要开个玩笑 但是没有想到 莫里斯真的当真了 这顿时让迟疑有些哭笑不得 行了行了 逗你玩的 多广播了 快点走吧 听住一遍遍的广播 迟疑都有点替莫里斯着急了 虽然莫里斯之前是 天命女主 但是这也不代表 一架飞机就要等着她 当然了 私人飞机是有可能的 而且 眼看着临近开学了 之前好几次回外国的计划 都被莫里斯自己给打断了 美其名曰不是还有事情 就是身体不舒服 但是现在临近开学了 马上就要结业了 所以 这让一直对莫里斯 十分宠溺的奥斯 都有些严肃了起来 莫里斯微微嘟着粉唇 随后便缓缓地 从迟疑的怀里退了出来 她抽了抽鼻子 眼眶通红 在迟疑再三答应 最近的事情忙完后 会去找她玩的情况下 她这才依依不舍地 转身离开 谢莫里斯终于拿起行李 准备登机了 周围的保镖 便也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纷纷对迟疑 打了个招呼离开了 而乔着莫里斯 渐渐地消失在 自己的视线当中 迟疑不免也有些感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周围的事物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叮铃铃 手机响起 瞧着手机页面上的名称 迟疑不免摇头失笑 耳边旁扶再次响起了 柳如叶嘟嘟囔囔的声音 果不其然 刚接通电话 柳如叶嘟囔囔的声音 便从对面传了出来 迟疑小依依 你现在在哪里啊 有没有出发啊 离开机场了吗 柳如叶撒娇且甜腻的声音 从对面传来 这让迟疑顿时忍俊不惊 好了好了 我刚走到车库 你放心 我肯定准时到达 听到迟疑的话后 柳如叶这才在对面 满意地笑了出来 嘿嘿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先挂了 我要开始准备了 语巴 还没等迟疑说话呢 柳如叶便笑着挂断了电话 迟疑无奈 他有什么好准备的 要准备的 应该是自己才是 今天是柳如叶的生日 所以 他早早地便和迟疑约了饭 但是莫里斯之前推测 好几次回国都没回去 就拖到了今天 所以 柳如叶在知道后 便也有些着急 怕迟疑没法去赴约了 迟疑并没有先去赴约 而是先去拿了 准备好的礼物后 这才去了柳如叶的家 此时 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了下来 但是前方柳如叶的别墅 依旧还是斩亮的 甚至远远地看去 便也能发现 里面已经布置得 十分的精致好看了 只不过 在拿着手中的礼物 走进去后 迟疑依旧还是没有 看见柳如叶的身影 而那满桌子的佳肴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只不过 中间却空了一块 见状 迟疑便也把买回来的蛋糕取出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上面 柳如叶虽然在感情这方面上 有时候确实也会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也都会有些直来直往 所以 在迟疑答应要来赴约的时候 柳如叶便就提前说好了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谁送的蛋糕 他都不吃 谁来祝贺他都不接受 就只吃迟疑送的蛋糕 同理也只接受迟疑来一起庆祝 放完蛋糕后 迟疑便顺便把自己带来的礼物 放在了一边 但是 就在他做完这些事情后 依旧没有看见柳如叶的身影 如叶姐 如叶姐你在家吗 迟疑多少有些疑惑 毕竟自己刚刚进来的声音 还是挺大的 柳如叶不可能没查绝才是 我在楼上 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 柳如叶语气 有些着急的声音 从二楼传来 听到这声音 这让迟疑不由的 更加的百思不得其解了 毕竟 柳如叶这都准备一天了 自己来的路程 也都有半个多小时了要 还没准备好 这多多少少有些猫腻啊 没有多想 迟疑准备上去看看 如叶姐我上去了 提醒了一句后 迟疑便也缓步走上了楼梯 等等 等一下 我 我马上下去 柳如叶更加焦急的语气 从上面传来 但是随着他话音刚落 迟疑便也顿时听到 楼上传来了扑通一声响 听到这个动静 迟疑便也脚步迅速地赶紧上楼去 或许柳如叶也没有想到 会出现意外 所以 迟疑上去的时候 便瞧见一帽间的门是开住的 不光如此 甚至他连跌坐在那里的柳如叶 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只不过 在瞧见柳如叶身上的穿着和打扮后 迟疑到底还是愣证了一瞬间 如叶姐 你这是 柳如叶没有想到 迟疑真的直接上来了 不免有些无奈地看向了他 好吗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会老实听话的 现在还不过来搀扶我一下吗 他无奈地娇称道 迟疑快步上前去搀扶起了柳如叶 随后便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柳如叶 这眼神直白地 让一向性格外放的柳如叶 都有些受不了了 他别扭地低头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穿着 我穿着一身衣服 很别扭吗 之前柳如叶的穿搭 都是以性格为主 但是今天却不知为何 专门穿了一身白色的公主裙 这身公主裙 一看就是专门设计的 虽然了柳如叶的气质 有些和公主裙这三个字不符 但是穿上这件公主裙后 并没有很突兀的感觉 反而别有一番风味 没有 很好看 惊艳 迟疑笑着 随后便由衷地说道 这 真的 柳如叶忍不住激动对上前来 搂住了迟疑的胳膊 迟疑再次面色肯定地点了点头 不得不承认 只要人长得好看 其实穿什么都是好看的 但是 但是 柳如叶再次变得扭捏了起来 怎么了 见他面色变得有些窘迫 迟疑不由地朝着他另外一只手看去 这个尺码 多少有些不合适 柳如叶小声地嘟囔道 确实 此时他的背后的拉链 确实还有一半没有拉上去 只不过不用询问迟疑也知道 这并不是因为柳如叶旁 毕竟柳如叶胖不胖 他比柳如叶本人还要更加的清楚 是不是胸围给你亮晓了 迟疑稍微打量了一下 便顿时清楚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柳如叶刚刚着急学美仔戏看 现在稍微地观察了一下 发现应该就是胸围的事情 他有些恼火地憋了憋嘴 这件衣服我定制了好久了 竟然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说着说着他便有些委屈地看向了迟疑 我是专门准备今天晚上穿的 现在这样还怎么穿啊 柳如叶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毕竟硬穿上肯定是不行的 会把衣服扯坏 如果现在临时让人来改的话 至少也得两个小时才能到 那个时候不说饭菜都凉了 心情肯定也糟糕透顶了 算了我去换一身衣服好了 不想让迟疑也坏了心情 等一下我帮你去挑选一件衣服 啊 柳如叶愣愣了愣 甚至还没回过神来 便瞧现迟疑已经下楼去了 等他准备挪动一下 准备换衣服的时候 却又发现 迟疑已经三步并两步地上楼来了 他手里拿了一个精美的礼盒 而透过迟疑的手 柳如叶便隐隐约约地 看清了下面的Lug LR 这是LR家的衣服 柳如叶不由地激动地走上前去 甚至已经顾不得身上的衣服了 这让他不由地亮强了几下 慢点 迟疑好笑地赶紧搂住了他的腰肢 搀扶住了他 你 是怎么买到的 我之前 想买都买不到的 柳如叶不由地轻声抱怨道 LR审核是非常严格的 不光是对名下的资产有要求 也因为要保留明显形象 所以卖出去的衣服都十分地谨慎严格 而柳如叶 就是因为形象问题 被婉拒了 毕竟谁人不知 古华帮是怎么发架的 虽然大家都不说 但是大家也都信之肚明 所以现在迟疑能拿出这件衣服来 柳如叶确实十分地诧异 你放心 确实是按照你的名义买的 只不过让他们多加了解了一些多面性而已 谁说你看见这个人是黑的 那他就是黑的了 望着柳如叶的眼睛 蹭得一下子亮了起来 甚至亮闪闪地看向了自己 迟疑的心里 一下子顿时满足了起来 毕竟 哪个男人不喜欢这样的眼神 被女人崇拜的样子 这样的虚荣心 不算虚荣吧 而在听到迟疑的话后 柳如叶的眼睛便也逐渐地湿润了起来 很快 便连整个眼眶都变红了 毕竟 他被品牌方拒绝后 心里确实也一直都有一个疙瘩 只不过 这个事情 他也还只是偶尔给迟疑抱怨过 但是没有想到 几句话的事情 他就已经放在了心里 这才是让柳如叶 真正觉得感动的地方 他忍不住从礼品盒里 把衣服拿了出来 随后便在身上笔画了一下 笔画了一下后 柳如叶的眼眸 不由地微微瞪大了一些 随后便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迟疑 随后便迅速地转身 把衣服换上了 望着他急匆匆的背影 迟疑不由地好笑道 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都看过了 还要躲起来换衣服 柳如叶的耳垂顿石红了起来 随后便没忍住 转头腻了迟疑一眼 这样吗 真的是 小声地吐槽了一声后 他这才拎着衣服转身走了 只不过 他换衣服的速度很快 很快 迟疑便瞧见他 拎着裙尾 缓步地走了出来 怎么样 好看吗 只见他一袭白色 脱地长裙 甚至在做工精致的裙子上 还有着星光 在不断地闪烁着 显然是另外 做了设计的 要说方才的那身衣服 另有韵味 甚至还会觉得有些可爱 那这身裙子 穿在柳如叶的身上 就真的看上去 就十分地仙气飘飘的了 只不过 这依旧 还是让人忽略不掉 他那被衣裙勾勒出来的 绝美线条 好看 非常好看 我就知道 我的眼光没有错 迟疑笑着走上前去 随后便思毫不客气地 直接伸出手 去搂住了柳如叶的腰 你这个臭小子 美好气地娇称了一句 但是现迟疑的眼神 一直定在自己的身上 一动不动 这让柳如叶心里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话说你怎么对我的尺码 这么地了解的 说着柳如叶便嘴角勾起了一抹细血的笑意 随后便用手指不停地在迟疑的胸口 画着圈圈 迟疑轻笑一声 嘴角同时也多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你说呢 柳如叶面上微微浮起一抹红韵 可 你 你果然是个流氓 你不喜欢我对你流氓吗 可 十一 喜欢 柳如叶犹豫了一下后 到底还是直接地说道 而迟疑就喜欢柳如叶这一点 性格直接连带着别人说出来有些别扭的话 他也能直接说出来 听的人心里那叫一个舒畅 说着说着 柳如叶便十分主动地上前抱住了迟疑 已在了迟疑的怀里 他的习性 迟疑自然也是清楚的 但是 现在时间还早 快点下去吃饭 我买来的蛋糕你还没吃呢 无奈地笑着轻轻推开了柳如叶 迟疑便也牵着他的手 缓步走下了楼 虽然被迟疑拒绝了 但是柳如叶并没有生气 反而心里还觉得有些甜滋滋的 毕竟今天是他这二十多年来 度过的最开心的一次生日了 一大清早的 迟疑便收到了一个包裹 虽然上面的署名不是熟悉的 但是乔建游寄来的地址 迟疑便顿时清楚 这个包裹是李文文游寄来的 自从之前 他因为迟疑的事情迷上了中医后 便一直痴心在这上面 而最后 在他的导师的介绍下 他也得益于去一位中医大家那里学习 把包裹带回房间 迟疑刚打开便瞧见了 里面写给自己的信 还有送给自己的礼物 只不过旁边还有一份礼物 在看完李文文写给自己的信后 瞧见另外一份礼物 是送给西桐的后 迟疑不由地笑出声音来 他之前无意间提出 系统对自己来说 是一位十分特别的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他 他也不会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 甚至 还能拥有今天这个成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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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